我是热烈的自来水 影院目前这部最好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7月27号 昨天晚上我发了视频 我说热烈这部电影 大家可以放心的冲 无脑的冲 你听我的 你就去电影院冲冲冲 然后在我的直播间里 就很多朋友来问 是真的吗 是真的这么好吗 我挨个的跟大家解释 是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很多朋友当时就订了票 订了今天的明年的后天 这个周末的票去看 也有很多朋友将信将疑 不停的在问 这部片子跟在映的其他片子比 都有什么优势什么 昨天晚上就这个主题 讨论了很长时间 有人问这个片子跟风人比 看哪个 这个片子跟长安三万里比 看哪个 我就这么说 我现在是本人 是这部电影的自来水 没有收任何的推广费 哪怕一毛钱都没有收过 我就是自己看完了以后 觉得这是今年 目前我在影院中 看过的片子里头 我最想推荐 所有人去看 而且是所有人 比如说风神 我就会说 他是比较的倾向于 喜欢这种魔幻类电影的观众 他会有些观众 就是不喜欢这种题材 你就包括指环王 霍比特人 权力的游戏 这种火爆全球的大IP 他也有很多人不喜欢 然后电影院里 像现在的巴比 这种就是非常女生 那个女生像的这种电影 他也会有很多男生 就是不愿意看 比如说我 虽然他评分很高 北美口味也爆了 但是我也不会去电影院看他 以后可能网上出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但是热烈这部片子 我觉得男女老幼 全家老少都没有问题 带着小朋友去 效果格外好 当然请家长们约束自己家的孩子 不要让他闹到别人 而且这个片子的长短 和包括他整个电影的控制力都很好 所以也不会让孩子觉得烦躁 你像长安三万里就是过长了 小朋友坚持这三个小时是有难度的 你像风神 有些场景又是弯心 又是砍头 这些场景不太适合小朋友 但是热烈这部片子 不但嬉笑怒骂 揭成文章 不但笑点泪点齐飞 而且节奏感很好 不会让孩子感到疲惫 不会让孩子感到烦躁 而且他能教给孩子们很多东西 就是那些家长们可能苦口婆心 又让孩子看书 又让孩子读名人传记 又让孩子听讲座 都得不到的那种效果 这种电影就都能给你做到 所以是非常适合带孩子 或者是全家观影的 而且我二刷 我打算找一个大点的厅 我去订一张人多的票 我平时看电影都是找的人少的时间 人越少越好 我喜欢一个人看电影 但是这部片子 我觉得我想享受那种 全场观众一起同呼吸 共命运 一起笑一起哭的那种感觉 在二刷 我会找大厅 我会找人多的时间去看 那种感觉一定很燃 会很过瘾 这种观影感受 也只有电影院能给 所以还有朋友问 这个是不是等着网上出来了 手机上看一下就行 不是 有些电影就是属于大荧幕的 有些电影就是要到电影院去看的 还有朋友说 像风神 多么不容易 抽拍了三年 这种题材要鼓励 要鼓励 我鼓励了 我去看了 我买票去看的 全价票还不打折 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 沃尔山的和他的团队确实很努力 做的也可以 可以 就是比一般要好一些 但是他没有到那种 我见到一个人 我就说你赶紧去看 没到那个地步 我没看热烈之前 谁问我电影院里的电影 哪个值得看 我会说 现在应该风神还可以 让我们长安三万里还可以 还有朋友问 热烈跟八角龙中哪个好 我这么说 我觉得八角龙中跟热烈 是基本上同类故事线的作品 虽然一个是大山的孩子 一个是城里的孩子 但是故事的主线 故事的底色都是一样的 一个是国际运动演员 一个是街舞 只是载体不同 但是讲的是类似的故事 但是王宝强导演和大鹏导演 在实力上是有明显差距的 在作品呈现出来的质量上 也是有明显差距的 在给观众带来的观影感受上 也是有明显差距的 如果你不信 两部你都看一下 比较一下 看看同样的励志的 体育类型的电影 应该怎么拍会更好 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如果这两部电影 放在一起比较完了之后 你还是觉得八角龙中 棒棒棒 王宝强导演 棒棒棒 那咱们以后就别互相为难了 我也不会再看您的回复 您也别来问我到底哪个好看 您就觉得八角龙中好看 你每天再刷一遍 一直刷到它下线 好吧 该支持支持 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我的观点 我是热烈这部电影的自来水 我觉得这部片子 适合所有的观众观看 甚至一刷或者二刷 不是说什么一刷看不懂 没有什么看不懂 他拍的浅显易懂 且饶有兴致 你看的时候 你会被轻易的带入剧情中 带入人 带入这个人物中 每一个人在这个剧里 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 不管是年轻人 中年人 老年人 不管是你做什么职业的 你是高级白领 在写字楼里上班 你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小哥 或者是滴滴司机 你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你都能找到自己 能跟你心跳同频的 那么一些瞬间 那么一些片段 让你的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下来 而且这种流淌 是那种自意的 不是强制煽情出来的 是自然流淌的那种感动 然后在你感动的同时 他又突然给你甩一个包袱 让你流着眼泪 笑出鼻涕泡来 整个的观影过程 愉悦 感动 令人陶醉 所以我说我第二刷 我一定要去个大厅 我要跟大家一起享受这种感觉 这是来自一个自来水的话 现在的影院的里面 所有正在上映的电影里面 你问我看哪个 看热烈 第二遍 你问我看哪个 看两遍热烈 然后你再去选择风神 巴尔比 长安三万里 八角龙庄都可以 院线里现在这些电影 没一个打得过热烈 而且我觉得最值得二刷的 就是热烈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